修行人 希望你能 为自己的身体着想 吃点东西吧 西达多 我是你的母亲 你每天这样痛苦 也没有办法成佛 难道就这样死去吗 你要知道 身体是心灵的重要容器 你不可以折磨自己的身体 你要坚持 找到一条光明之道 城府传法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饿坏了 苏多家 你凭任劳入周 我都不接受 但从今天起 我还是接受你的故事 太子 你需要中断苦行吗 不要选择 中断修行 你是书里痛苦了吧 过度修行 和过度的奢侈是一样的 只不过会损害身心 无法悟到